蘇格蘭打擊樂家柯林卡瑞 跟臺北勢力交響樂團攜手合作 演出曾經獲得格蘭美獎 最佳現代古典音樂獎的打擊協奏曲 媒體評論柯林卡瑞的極樂演出動感十足 也展現出令人驚豔的表演技巧 還有深刻的音樂性 這次他將演奏二十多種打擊樂器 展現精湛的表演功力 專注的在琴上舞動鼓棒 精準擊打出曼妙的旋律 他是2015年愛丁堡藝術節的焦點音樂家柯林卡瑞 他跟台北勢力交響樂團合作 演出由美國作曲家希格登 為他量身打造的作品打擊協奏曲 這首曾獲格蘭美獎的作品 結合了希格登豐沛的創作力 跟卡瑞精湛的打擊技巧 在他跟北勢焦打擊樂聲部的互動之中 呈現出強大的音樂感染力 他用了一大桌的音樂音樂 音樂和彈奏器 演奏部分非常非常深刻的音樂 非常尤其在這首曲 音樂的音樂音樂 而且在音樂音樂製作鹿 音樂 baj大把音樂的音樂 各個棒之類《音樂》 都有很深刻的音樂 我們也說了《米國有的愛於中音樂時代》 是一種音樂的開始 我認為她是很興奮的 她說這首歌 基本上是祝福的能力 不只是強的部分 但也只是音樂的部分 在打擊寫奏曲中 柯林卡瑞將使用到 二十多種的打擊樂器 不僅挑戰樂器間的 轉換掌控能力 也要在台上迅速移位 我的工作是 確保所有音樂的音樂 都在音樂的 context 所以當我玩不同類型的音樂 就沒有音樂的音樂 全部音樂都很自然 然後我保持音樂的線 甚至是在音樂或音樂 從音樂到音樂 是很快的 喜好游走在不同音樂類型中 透過打擊樂不斷的嘗試創新 柯林卡瑞要讓觀眾聽見 展青的音樂風格 好